共同党主席柯文哲在休息一天之后 今天开始出门上班 但是在家门口被记者访问的时候 他痛批民进党已经变成新的党国体制 只要民进党说有罪 你就有罪 反正我就照常工作 我也不希望 有一天台湾有罪的定义重新改变 什么叫有罪你知道 民进党说你有罪你就有罪 柯文哲无包请回隔天一早 人说要照常工作 出家门受访批评民进党变新的党国体制 检察官抗告也没再怕 比照郑文燦的案子 他们是第二天就提抗告 为什么我的家还是拖这么久 我知道他们应该很动用所有力量 都在研读那些电脑里面的资料 什么叫忽面政治 你们大概现在动用全部国家力量 在很认真地研究科文哲 我也猜你们昨天没有抗告 应该是大家连夜都在研读那个电脑里面的资料 看能不能从里面找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对我来讲我坦荡荡 但民进党却替北检在脸书发了一系列图文 被大批科粉质疑 干预司法后删文 柯文哲说压力最大的是法官朱家义 我觉得压力最大的是那个法官 甚至我在最后截辩 我都跟法官讲说 那个检察官立场明确 态度清楚 你就不要为难了 强调自己对金华城 840%的容积率不知情 柯文哲还说要替台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长 邵秀佩讲公道话 我要替那个邵秀佩讲义的公道话 如果一个公文 如果那么多人签字 到最后不可以把责任全部推给某一个人 那是这样子 当初也是柯文哲看的公文 被质疑必重就新 柯文哲没回应还有只提 王国昌会是您属意的党主席 还是什么 快步上车一样没回答 民众党的未来和自己官司 下一步怎么走 看来还要再想一想 这份宣问周永伦 刘宇俊 庄凯运 曹哲人 台北才报道 柯文哲现在要接受司法调查 民众党也面临 创党以来最大的危机 那么他们要怎么样突围呢 想要请教给佳琪 好 随着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 目前涉入了金华城的这件案件 那么当然民众党当然得hold住了 尤其是还来还记得 就在柯文哲接受征讯的时候 那么在场外包括了 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 跟民众党的支持者 甚至是一些明代都健身力挺 甚至主席深陷司法调查 黄国昌直接领军成立了应变小组 那么这个应变小组里面 你还可以看到了 包括了周虞修 包括了学姐 包括了台北市议员 陈佑成等等的身影 那么他们就是希望能够扩大决策圈 采纳多元的意见 要来了解民众党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那民众党里面有人士就说了 比起之前这个假账风波 显然是有学到教训了 这一回成立了这样子紧急应变小组 甚至召开记者会直求对决 那么危机处理 现在可以说是相当的迅速 那么对于民众党而言也是加分的效果 只不过我们带你看到是 现在民众党的下一步到底要何去何从 似乎现在民众党的主key 要把它拉回到立法院来 我们带你来看到是因为他们希望 能够度过创党史上最严重的危机 所以现在他们设了两大策略 希望来巩固小草 第一个当然就是把这个战场设在 立法院要来找国会的主动权 所以这民众党马上就发函 给了立法院要求提前开议 同步还要召开年金改革的公厅会 甚至这个民众党还想要领军 立法院的党团务实的理性问证 希望透过一些新闻的露出 或者是在一些平台 让大家看看民众党立委 在立法院的表现 希望加回这民众党的印象分数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你可以看到 柯文哲深陷司法的攻防战 那么为了避免影响民众党 需要的是单兵作战 所以他们就定调了 现在其实就是在野 在对抗执政压迫 因为柯文哲 其实一出来就讲到了 他刚刚也透露出说 今天出门的时候认为说 是民进党要安你的罪 就安你的罪 所以现在矛头都指向了民进党 那么因此现在就是定调 是被执政当局的压迫 那么接下来民众党的接班梯队 也将提早浮现 包括你可以看到 像是黄国昌都跳上第一线 掌回国会的主导权 接下来的战场 也由黄国昌带领着立法院党团 继续的帮民众党冲下去 最近非常离谱的台北地检署 违法滥权的争议作为 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 在刑事诉讼法当中 怎么样在侦查程序里面 落实人权保障 第二会期开议前 民众党团开记者会 柯文哲官司产生请假 专心面对调查 国会站场要党团自己处理 接下来优先推动的法案 主题也不离司法正义 我们只请教一个问题 当那天清晨 当那天清晨整个搜索完 柯文哲处席 他自愿配合调查 要前往廉政署的时候 请问检察官凭什么 不让他接受记者访问 特别强调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保障 扎西凯继续质疑特定媒体 被政府操纵力揪广电法 很多人讲台湾的媒体什么问题 为什么被政府掐出脖子 因为有太多的标案 太多补助对不对 所以这个法里面会明定 不只是电视台本身的财务 是要公开的扣名的 记者会后再向民进党 替北检发言 根本是大哥保护小弟 水乳交融的结合关系 民主进步党才是主 台北地检署 是执行民主进步党意志的小弟 所以当小弟没有办法回答问题的时候 由后面的老大哥 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 来帮台北地检署这个小弟回答问题 民众党记者会提问黄光昌回答问题 拉主key也被说宛如实习党主席 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立法院里面 把国会的工作做好 记者会前黄光昌在白板上沙盘推演 书状图上写着柯文哲的官司 市场法律战和民众党未来慢慢长路 都要好好盘算 台北新闻 周英伦 邱文哲 曹教人 台北 蔡文莫德 佳琪北检其实很早就说要提出抗高 但到现在好像还没有比较明显的动作 那如果说想要让柯文哲被收压 必须要找到关键金流 这部分目前怎么样 好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 尤其是这一回柯文哲无保请回 第一时间有一个声音就出来了 说这个北检是不是就直接被法官给啪啪打脸了呢 但是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其实在9月13号之前 北检都有机会来做抗高 而且北检也扬言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只是如果他真的这么做的话 高院是不是会撤销原来的裁定发回从财 如果真的高院这么做的话 北院也将从财重新开击押庭 但是这个结果会怎么样 到现在仍旧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谁也说不准 但是这一回那么大动作来查金华陈案 那么包括了北检跟连战署 那么但是他们现在就说了 这看起来背后的操作痕迹怎么很像 想到了两个人 包括了前新竹市长高宏安 还有新竹县长杨文科案的翻版 他们说似乎都有一个押人取贡的方式 也就是他先把你周边的人先押过来 试图先策反你目标的身边人 包括了你的亲信 你的助理 那么也有人说是不是先射箭再画把呢 那么关键金流到底在哪里 怎么没有一刀斃命 倒是这一回的搜索意外却找到了 有人说是北检的两个礼物 第一个就是应小微已是搜了 审慶金4000多万的汇款 再来也查出了民众党的账务问题 也就是之前大家讨论的 沸沸扬扬的目可问题 只不过这是不是关键的金流 到现在还没有问出来 只不过没有查到不等于没有 没有也不等于不涂理 所以你要说 现在是不是北检 夹紧弄破瓦 柯文哲已经可以安然脱身的话 恐怕还言之过早 因为检方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动作 检方应该还在收集资料 最慢必须在9月13号提出抗告 钟小平今天就跑到北检说 要提供一些情资 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在激烈的四小时积压停 这场战输了 伸压柯文哲失败 法官裁定无保请回 现在恐怕从检变攻防演变成怨检斗法 今天柯文哲的案件 检方这边会提出抗告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明确的指出 柯文哲在金华城的案件上 有没有对驾金流关系 来补强证据事实 说服法官才有可能抗告成功 至于抗告流程 检方写好抗告书 高等法院受案后 法官会以书面方式审酌 如果认为没有理由就会驳回 但若有理由就会撤销原本裁定 发回跟裁 北院就得再召开积压停 而就在检方提出抗告前 依照国民党北市议员钟小平 就现身北检说要来找检察官提供情资 议员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资可以跟我谈的 房子的事 房子的事我正在查 勾计那个房子是谁的 我觉得就这个就如果是那个人的话 那就我觉得就一枪毙面 你说的房子竟然是大楼商败吗 是有千人的话那就有对价嘛 应该这样子 说了就是日前有北市议员爆料 柯文哲在五月以现金4300万元 购入中正区竟然大楼商败 周小平说要请检方厘清 这跟危机集团有没有关系 而另一名栽压的被告 前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律师团漏夜赶写抗告书 最快可能下午就会送进到北院 如今栽压的被告们以及北检都要提出抗告 若抗告成功 柯文哲恐怕又要频繁的进出法院 TVB新闻综合报道 而都委会的殖命邵秀佩 他也被列为这次经查金华城案件的被告 因为他有参与那个把容积率提升20%的会议 但是呢在最后法官裁定他是请回 但是限制住居还有出境 经过七个多小时检联人员的询问 现任北市都委会殖命 前都发局总工程司邵秀佩 在律师陪同下快不离开 我们有决定冤枉 玩玩一下 有什么要说明的 有没有觉得很冤枉 不论问到有没有委屈还是其他问题 邵秀佩一句都没答 他被检方认为是金华城案当中的关键人物之一 因为请假出国联系不上 一度被认为可能以畏罪潜逃 但他回国后隔天 马上遭到约谈 列为图利罪被告 针对金华城案的容积率问题 其实在今年的1月24号 检察院就提出了纠正报告 他们认为台北市政府合理的百分之 二十余积率奖励的问题 是显有为需要求改进 那其中点出的关键就是第七八三次会议 除了前副市长彭振胜有出席之外 少秀佩也在其中 今年1月监察院公开的报告中 多次直指有问题的会议就是这一场 第一案的部分是由金华城股份有限公司 依照都市计划法第24条的规定 自提都市计划变更案 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网站 还放着第七八三次会议的开会内容 若没有仔细拆解 这端倪还很难察觉 原因就在这 110年9月9号的第七八三次会议 彭振生 邵秀佩都有出席 通过20%的容积奖励 以都根条例内容创设任性都市贡献 聚会城市贡献 移居城市等三项奖励 不知检方认为少秀佩刻意指导 如何使用都市计划法第24条 检察院也早提出与法无拘 检方搜索少秀佩住宿也约谈厘清 讯后预知限制出境出海住居 将人请回 但他是否真的有下指导机 还是背后另有其人 恐怕不是单单这几场公开的会议 就能揭露 体力院新闻呈关于 严认胜 叶军台报道 其实最早是监察院纠正北市府认为 金华城的容积率应该要提高 主导这件事情的是前监委刘德勋 但是也被发现 他卸任之后就跑去威京集团 来担任董事 克文哲陷入金华城B案 他是说先前对于容积率 840%不知情 不过其实有都市委员提出 之前就多次对于 20%的容积奖励 提出止盈 也是前杜伟曾光宗 二号深夜在脸书贴出签字文 提出五点见解 表示他受聘杜伟期间 五次会议有三次都基于专业判断 提反对意见 政治人物不应该以一句 不知道带过 毕竟金华城案涉及庞大利益 曾老师也有多次发言 他的发言的内容 其实跟他今天的发文是一致的 也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马后跑 因为之前就已经都提出来了 三场便当会 然后以及最后你盖章出去的公宅 适用度 这个20%的度跟奖励等等 都是你盖章出去怎么会忘记的 而受到容积率 引发质疑的不止从百分之五百六 爆增到八百四 当初怎么从三九二变成五百六 我们党议员游淑慧翻出三十年前资料 购发前监委刘德勋 摊开时间轴 刘德勋2016年提出纠正 认定法定容积率应该从三九二提升到五百六 2017年质问北市府 之后又拒绝采纳市府意见 并在同年八月认定金华城容积为百分之五百六 更可疑的是 刘德勋卸任后到威京集团旗下 沈春池文教基金会担任董事 你自己接受陈琴自己调查 后来出的一个报告五百六 来纠正台北市政府应该给予放宽容积 这也是检察官要查的第二件 种种一点让议员喊查刘德勋 不同于弹劾案 需要两人以上提案 九人以上审查 监察院纠正案 只要有关委员会或是负责调查监委 审查决定即可 进化称容积率争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次柯文哲被吴宝请回 让民众党还有支持者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陈水扁前总统却说 不要高兴得太早 佳琪是为什么 我们的影来看到 柯文哲虽然现在被吴宝请回了 但是北京要不停抗告 现在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倒是现在小草是很振奋 认为已经拿下第一站了 但是前总统陈水扁 以一个好朋友的身份说 别高兴得太早 为什么呢 因为陈水扁说 柯文哲的案件还在侦办当中 他说你不要忘了16年前 我也是过来人 我可是两次无宝请回 不过最后还不是 没有想象中的发展吗 他怎么看 我们当你回顾当时陈水扁的 国务基要费的进展是怎么样 还记得吗 在2008年520 他要卸任的那一天 就在那天检调机关开始来侦办 那么隔了大约半年的时间 到了2008年的11月11号 陈前总统就遭到了特征组来侦讯 那么随即隔天就遭到了深压 尽管他的律师速度抗告成功 但是没有办法还是遭到法院准压 因此他拿自己的例子来给这些小草 甚至是柯文哲来看看 现在不要高兴得太早 因为下一步是怎么样 自己也说不准 还认为柯文哲的案子 没有那么快就落幕 好的 谢谢佳琪 再来看这一次 可以说是北检侦办金华城案 引爆违法滥权的争议 民众党多次说检方罗知罪名 甚至昨天晚上 民进党中央党部的脸书粉砖 就引用北检的说法 还帮他发图文 就被大呛说 是不是有司法不中立 这是被截图备份的民进党po文 长篇大论讲的是民众党胡乱 指控司法混淆视听 只是这今美图卡三点 民众对北检指控的事宜 现在被大算 民进党不言了 民主进步党才是主啊 台北地检署是执行民主进步党意志的小弟啊 所以当小弟没有办法回答问题的时候 由后面的老大哥 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 来帮台北地检署这个小弟回答问题 那只是经讨论之后 却有让人认为有不当联想之余 故予以删除 民进党强调发文内容 参考的是相关单位的官方声明稿 确实逐一比对 针对民众党指控 柯文哲遭疲劳夜间征讯 北检当时回应 有先跟被告说明可搜集 再询问 为被告拒绝 而若让其自由离去 恐使案情不明 故意行事 诉讼法 当庭逮捕 而民进党的po文则写道 检察官有告知 先休息再询问 但被柯文哲拒绝 还想离开检方 依刑事诉讼法逮捕 令检调搜索到底有无超出范围 北检的新闻稿表示 搜索票内容是柯文哲 位在杭州南路的办公室 及使用之橱柜 因上指中央党部 虽无专属办公室 但仍会于上指开会办公 有执行人员依法搜索票 记载的搜索范围 何时确认该指党部内 是否有科信被告知 办公室及使用之橱柜 民进党的说法 其实也跟新闻稿三复 只是党帮北检的新闻稿 白化文化也难怪被质疑 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匪夷所思 难道现在是党检议体了吗 而绿白护杠的 还有当年邱毅营 大揣法务部长的大门 黄国昌就算 这才是对司法不尽 他是一个演员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 也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爹哥倒菜都的事情太多了 坏破门的人叫做 刚刚你说什么名字 邱毅营嘛 薪酬就混 没完没了 清晰的新闻 花正森串柔 太高道 好 再来看这个意外 乡行车没有拉手刹车 在斜坡上面往后滑 结果驾驶想要肉身